嗨弟弟 嗨弟弟 從哪裡來的 男頭來的喔 你跟誰一起來 誰 叔叔一起來 好玩嗎 你今天是負責什麼工作啊 慘到苗 你以前做過嗎 真的假的 所以你之前就有來了 所以你之前就有來了 你現在幾歲啊 國一喔 所以你對這個有興趣嗎 有一點 以後想要重東重西的這樣 你撿了幾隻福臭裸了 不知道 不過很多隻 都不怕他們嗎 不怕啊 你看很小 嚇死了 好不好玩 好玩喔 哈哈 哈哈 你家了幾隻 不知道 可是就是很多隻 一定超過二十 你剛剛有沒有擦秧 有 啊你會嗎 會啊 但不過我比較喜歡 你說擦秧跟減幅瘦羅 你比較喜歡減幅瘦羅 對 你看 那你減幅瘦羅 等一下要把他們拿去哪裡 要把他們拿去那邊 水溝旁邊的檔草 要放生就好 對 那就是不要害到 害到 啊你這樣走來走去 會不會踩到稻子 不會 不會啊 我都帶稻子 所以不會踩到稻子 好 那你要不要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你是誰 我是羅信葉 羅信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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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幾歲 八 八歲 八歲喔 你喜不喜歡夏天 不喜歡 好 好 妹妹你差多少了 差秧 嗯 下面六 我差五 你差了有十排嗎 啊 啊 我差了 剛剛 嬰兒 啊 我說 你 pra 看 這是露營 你從哪邊來的? 你從哪邊來的? 今天第一次夏田嗎? 第二次 你上次來也是茶羊 去年一月 夏田好玩嗎? 還OK,不錯 這次有習慣的 上次很累嗎? 上次插到腳整個腫起來 這次當運輸班就好 你是從哪裡來的? 台中 你怎麼會這個? 剛才那個叔叔教我的 你是從台中來然後直接學的? 對 你是怎麼知道這裡有田中? 就老師啊 就是他認識那個 跟國姓 然後就問我們要不要來就來 是喔,所以是強迫的嗎? 沒有沒有,就是問一下 小姐你要夏田去採訪喔 蛤? 通道需要過的通道去 好好好 喔喔,乾脆 喔喔,乾脆 那你 纏這個纏多久了? 大概 不知道每個小時 九點多下來纏 哇,那你有什麼感覺? 就是 很好玩啊 真的喔? 跟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感覺 合而為一 對 你是念什麼的啊? 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? 真的假的? 好 不錯喔 你以後有想要從事相關的工作嗎? 欸 不一定欸 中東中西的平常 蛤? 平常中東中西的嗎? 欸 曾經中過東西 可是快就掛了 哈哈 累不累? 不會 很好玩 好,謝謝你 對 呃,一起來的嗎? 對 你們是同學嗎? 對,我們同班 對 一直把我推下去 對 對 那個 啊,你們是搭火車來的嗎? 沒有 老師載我們來的 是喔 喔,就是認識與國姓的那個老師 對對對 好玩嗎?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對 沒關係 沒有,我要看鏡頭 沒關係 你就自然就好 好 會不會累? 會啊 哈哈 你同學說不會欸 他騙人啊 他愛面子裝的 我們不會累 哈哈 啊,好不好玩 好玩啊 好玩啊 以前種過田嗎? 沒有 哦 自己的老家 爺爺奶奶也不是農夫 也不是農夫 嗯 會的喔 啊,你以後還會來嗎? 會啊 哈哈 然後交通沒問題的話就會 嗯 以後可以考中正大學啊 就可以來書房當志工了 好 我們是紅雅書房 對啊 你們早上有過去 欸,你們下午會過去嗎? 我們上次有去工 哦 好 謝謝 謝謝 好 欸 是我採訪你嘛 哈哈 沒有,就是問個幾個問題 好,你說 你是哪裡 我是紅雅書房的志工 OKOK 對,今天是來幫忙的 好 好 那你怎麼知道這邊有這個 種田的活動 哦 他每年都有欸 那國姓他會發通知我們都知道 哦 那你對那個有機農法這樣子的有什麼想法 嗯 據我了解 秀明的這個自然農法跟有機農法其實也是不太一樣 哈哈 哈哈 哇 哇 臘殘 那 那 像你有看到前面有放那個 那個 反媒體 壟斷的那個牌子嗎? 對啊 那你對這一系列的那個活動就是有沒有 一些看法 因為 畢竟你自己也是媒體人 哦,你現在講的是媒體壟斷的牌子嗎? 對對對 當然有啊,媒體怎麼可以被壟斷啊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國家啊 言論自由很重要啊 媒體如果被壟斷的話就會被操控啊 那被操控的話 他就 人家民就挺不到真正的勝利 所以 一定不會被壟斷 嗯 所以 所以你認為你的報導還有你的採訪 就是都是很客觀的 那當然 好 謝謝 謝謝 對 你們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? 嗯 台北 是之前有下來過嗎? 沒有 第一次 啊你們怎麼知道這個訊息? 哈哈哈哈 他是誰? 朋友 朋友 他家裡念書的 哦 所以 所以你是紅雅的志工嗎? 什麼東西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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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嗎? 是去紅雅公街 然後 然後 遇到那個老師 然後那個老師說的 哦 你說國姓老師嗎? 對 哦 啊你是哪一個學校的? 山根 山根大學 山根對 而且你有這個 多久的時間 我不知道欸 哈哈 很久 就是我來書房之前就開始了 對 所以我不太清楚 而且 而且 每年都有啊 對每年都有 一年一次就對了 兩次 對對對 對對對 兩期到座了 所以兩次 對啊 然後每次熟我們大家都要在書房頒謎什麼的 哦 今天 你們做了什麼工作? 插秧 插秧 還有補給 補給組 累不累? 不會 好玩嗎? 好玩 還不錯 今天很好玩 今天很好玩 如果坐很久就很累了 哈哈哈哈 啊你們下午有要去嘉義玩嗎? 對啊 等一下有行程 哦 哦 沒關係 謝謝你們喔 好謝謝 因為我們這個機會很好玩 很好玩 很辛苦啦 而且我們希望就是 由台灣的土地都可以 像這個樣子 對 不是 希望會很好 啊你們盡量欸 你是老二 是 好好的大名 對 這邊走 走學都走 是不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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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三個都不是學生 他不是學生 也不是 是 但他在幹嘛 在工作 你在工作 你是在工作 你是看起來明明是國中生嗎 哈哈哈 太輕 75 75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 那你 72 72 72 七二七三七五 對 好 你的大名來 張維掌 是運輸團的 運輸團 一個玩這個我小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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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張維掌 好 你有什麼感想 我的感想 就覺得今天來玩 我覺得還蠻好 蠻有趣的 有趣 對 我天天這樣子的話 真的不感覺有趣 對 你也兩次啊 以後吃到這些農餐品會更 會先謝謝一下 對 還要慢慢 對會感謝 真的 而且真的蠻支持就是 不少要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年輕會出 據我了解 所以年輕人現在 一見的啦 對這個並不了解 有雞跟沒有雞完全不了解 你支持有雞的 因為是玩飽的嗎 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 會自己煮菜 喔 真的喔 所以就是在洗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感受 因為我也都吃有雞 吃有雞 你都吃有雞 你都吃有雞 我一點 因為有時候就是 那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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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剛說是什麼 你吃有雞 你家 你家不會有五色 就會甜 就會甜 對對對 這樣有多多多數 這樣有多多數 如果有雞可以 平價的話 大家都種的話 可以平價 喔 有雞可以平價 有雞可以平價的話 大家都吃得到 對也比較健康 那農夫會慢慢接受這個概念 不然很多農民就會覺得 蠻有雞的就沒有 對 然後貴 買的 就是 也不容易起來 什麼 所以 希望 以後可以見到這樣 真的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